各位同學各位老師你好 我是三位一班的陳福禮 我今天會介紹海嘯 我們先說一下海嘯是什麼 海嘯是一個有地震 而成為一個巨大波浪 它有時候會出面整座島 我們有時候估計不到它 它什麼時候來到 但我們可以看一些事情 就知道它什麼時候來的 例如動物的反應 或者是水的上升和下降 我們先說一下如何預測它 水的上升和下降 還有動物的反應 這兩樣是其中一樣 預測地震也是其中一樣 因為它地震的時候才可以形成出來 就好像地震的時候 這裡 這裡會產生一些反應 海嘯會沎沒導演 導演 另一個說法就是… 水的上升和下降 所以上升的時候 �eren 真是代表有紅水 洪水調接近機 和快速 circumstances 都有紅水 而如果水下降,會有海嘯形成 第一個說法就是動物的反應 如果動物馬上離開,就有危險 但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發生 所以這個也是缺點 我們先移到海嘯這邊 好,我們開始說話 海嘯包括自然海嘯和人造海嘯 我們先做自然海嘯 就好像這裡是震波 好,我這樣移動它就會有波浪起來 如果真的地震的話 那就是這樣 其他波浪都很少會跟著 因為接下來的水位會退掉 然後就是滾石撞擊 就好像 然後扔爛浴缸 就好像這樣 不要太大力地扔下去 掉下去 這樣就會產生一些波浪 同時有時候有機會都會產生海嘯 好,下一個就是人造海嘯 有時呢 有時戰爭的時候 魚雷都會造成一些很大的傷害 因為一爆炸的時候 然後呢 就會有時候有些水浪開始出來 那如果 如果真的有很多魚雷襲擊窮一個地方的話 就好像這樣 這裡是魚雷 它們一起攻去同一個地方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爆炸 就形成了海嘯 那有時火山爆發呢 都會引起海嘯 因為都跟地震有關 而火山爆發呢 就有時令海水早一步開始產生的 好了 如果你說 如果你問海嘯呢 預測到會有幾 會有幾強啊 那就 屬於地震條 我們先停一停 那呢 如果你問 地震會有幾強 海嘯會有幾強啊 那就看這個震級吧 就好像這樣 就好像沒有感覺 好像整間都倒下沙 都太緊要根本拍不到 OK 那就是一直這樣下去 你可以逐樣逐樣介紹 告訴大家 零級呢 你們就不用說 因為你們 你們試過Glide 然後一級呢 就開始有感覺的 如果你靜靜地這樣 那如果一級的時候呢 那你會發覺 一級呢 就代表呢 如果你靜靜地這樣坐下的時候呢 你就會感覺到的 然後第二啦 第二級就屬於是輕震來的 那呢 那窗子會動動到 那你都會知道的啦 那 那下一個就是 若震也是第三級了 就 就開始 家裡的東西會搖動 那 那甚至 那些繩子 例如木繩和 那些錶呢 就會飛來飛去 然後就是 中震啦 那些antly Farm滑往 那些樓這個 那些 reservation aro 什麼呢 那些書櫃,耶穌啊 那些櫈彈,衣櫃含 然後呢 那些書櫃呢 那些書櫃啊 那些書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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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會引起山崩、地裂、斷層、防禿、堵納等等 好 那如果你問怎樣分出小中大呢 就會這樣分 你現在在說地震還是海嘯? 不是的 因為地震都是海嘯的一部分 那你要說清楚 如果你問怎樣才能分出小中大呢 那我就告訴你 小於5呢 那它就會屬於小地震 5是什麼來的? 5就是強震 我剛才的表 嗯 然後 5至7呢 就會是中級地震 那跟海嘯有什麼關係? 什麼時候才有海嘯? 就是一陣呢 海嘯就會開始形成 那一陣完海嘯就出發 而震度多強呢 海嘯就會多強 嗯 嗯 OK 我們停一停 我們現在來的總結 海嘯會帶來壞影響 同時都會帶來好影響 壞影響呢 就是呢 它會消毀整個城市 不過都是有好事 就是因為呢 所以 浸完土地之後呢 那個 那個 田就會 就會 好滋潤 所以 所以那些植物就會 就會長得 好 好健康 嗯 我們今天的回報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聽我的回報 好